年初南投立委补选 有民众在投开票所外录影记录 甚至还有盆栽藏密录器 当时民进党就严厉谴责 就怕情况重演 根据三立新闻独家掌握 绿营开始筹备监票不对 党中央发文给各县市党部推荐监票员 除了有在投票群内监看开票情况的内监 更重要的是在投票所外的外监 希望杜绝投开票万象 全台一万七千两百二十六个投开票所 除了偏乡外 希望都至少有一名监票员 从南投二选区年初开始的 这个中共的戒选 以及在投开票所的滋饶的状况 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手法 用Lighted报名也有 第二个我们也会透过里长 透过议员 透过立委的支持者 我们让大家一起来 外监人员给他们做一个讲习 或者是一个说明 据了解民进党秘书长许立明 曾在内部会议中提到监票的重要性 要防止戒选情况在投开票当天发生 因此启动监票计划 基站区更要加强配置监票员 可能会有监票守则提供参考 18号晚间民进党台北市党部 也要针对监票和辅选进行讨论 我们协助的部分就是以议员的选区 找我们的支持者帮忙 就进他家的投开票所可以帮忙去监票选民 自己打电话来要报名说 他们想要去监票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报名 但有党内人士反映 今年监票部队招募跟训练都太慢了 国民党在12月初就宣誓要号召5万名志工 投入大选监票工作 而民众党也在脸书发出监票志工募集中 希望找到五千人选战紧绷 蓝绿白都要确保选举能公正进行